大家好 我是魏老師 還有郭英公關的夥伴大家晚安 我是來自三床的劉邦蘭 跟各位一樣是在這一期來參加的 那第一天我來的時候 朋友說對對調生你 那我已經咳嗽很多天了 那我就想說試試看 結果那位師姐問我說你要調哪裡 就是我的火龍 結果他又調我的火龍 那調完之後第一天晚上回去 我就發現很神奇 躺下去我真的是一夜到天亮沒有咳嗽 那我就想說這樣好了 那但是還是會覺得有點疼 那第二天再來上課 一樣我就很早來報到 就搶著要去做調整 結果師姐說你要調哪裡 我說我要調喉嚨 好 那就調 結果調完之後呢 我就坐在那個外面那個騰後區 那個椅子區開始咳 我開始把那個裡面彈 一直咳一咳 我竟然想要嘔吐 竟然 就咳出一整張衛生紙的痰 然後咳到要上課才進來 那昨天我就想 我的咳嗽已經好了 那我要調哪裡 因為我有耐性腎臟病 那一波就說 我說你要到哪裡 我就調腎臟 那昨天那位師姐很好 他 我看很多人都這樣子已經起來了 他還在幫我調 他幫我調的將近20分鐘 那我在調的這個 進入大概5分鐘 6分鐘之後 我開始打嗝 然後開始感覺到 欸我的氣往腿補走 那我這天就有點緊喔 那師姐在調的時候 我這邊就痛了 那我就順便用我的手去按摩 我的這個肌肉 那結果他調的大概將近10分鐘左右 我的右腳腳掌這個地方 非常的脹 這樣到我皮膚都會痛 我感覺我的氣一直往下衝 但是衝不下去 那我身體已經開始發汗 然後一直打嗝 結果調完之後那個師姐說 你濁氣已經都排出來了 但是我跟他講 我右腳很痛 我沒有辦法站起來 然後他就幫我順一下他的腳掌 那我的腳掌的氣 就感覺好像有比較順 但是我沒有辦法走 我就到旁邊休息一下 大概5分鐘左右 我去喝點水 然後我就來上課 那昨天晚上回去 我的這一個右側臀部 一直這個走膀胱間這個地方 我就有痛 就感覺是悶悶脹脹的痛 一直到今天都有痛 但是雖然那個痛的過程當中 我感覺我的右腳現在很輕盈 就沒有像之前這樣子 脹脹重重的 所以我剛剛呢 在這個 今天也是一樣 很早來就坐在第二排 那開完學之後 我又趕快去調腎臟 所以我想 我們感謝林老師跟慧老師 發展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讓我們很受益 非常感謝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